另外又有球星酒驾上路被逮 上个月16号凌晨 警方在中校东路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驾驶 违规用手机于是上前盘查 车窗材刚摇下来就飘出浓浓酒气 开车的人呢竟然是直篮球员周一祥 同车的朋友还包括了直篮球员吕正如 周一祥当下拒绝进行酒测 被警方开出18万元罚单并且调扣牌照 对此所属球团P-League联盟桃园浦园领航员表示 周一祥因为觉得辜负大众的期望 提出了自请离队的要求 球团同意因此即日开始跟周一祥终止合约 你不可以边开车边使用手机啊 对啊 驾驶到警方拦查才摇下车窗就闻到浓浓酒气 警方察觉有异状要对驾驶进行酒测却被拒绝 如果假设你据测的话要处18万元的罚还 寧愿缴交交18万元的罚还就是不愿意接受酒测 而这名驾驶正是直篮P-League联盟桃园浦园领航员球星周一祥 事发在上个月26号警方在中校东路四段 发现开着白色自小客车的周一祥 违规以手持方式使用手机上前盘查 发现他身上散发酒味 同车友人还有新北国王队的球星吕正如 而周一祥拒绝酒测遭警方当场调扣汽车牌照 警方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予以制作拒绝酒测罚单 并将汽车移至保管场 事件曝光后周一祥也在脸书发声明表示 自己心存侥幸自认已经休息足够 驾车上路而据测做出最糟糕的示范 向球队自请离队 而球团也发出声明说 即日起与周一祥终止合约 另外P-League联盟也发声明表示 尊重球团决定近期将召开纪律委员会 对后续相关陈储进行裁定 至于同车的吕正如也在脸书致歉 表示愿意接受联盟和球团的一切陈储 新北国王球团表示将寄出50万元罚款 周一祥2014年加入SBL台北大新工程队 曾获得SBL第12季年度新人王 也拿过两届SBL年度MVP 2017年转往中国CBA打球 2022年返台效力拼领联盟高雄17直播钢铁人队 隔年转至桃园浦园领航员 这回因为酒驾剧册冲击球员形象 遭球团终止合约 为自己酒后上路付出代价 谢谢台北综合报导